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来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Action算子之Talk,Oder,First,I之C,Test,Fill,ForEach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Q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么OK,开始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OK,我们今天继续学习Action算子 之前我们学习了Connect,Count,Top和Take这几个Action算子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剩余的Action算子 首先打开当前我们的Idea 再把这个Idea打开 那么我们剩余Action算子有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算子 叫做Save asTestFill 那这个算子算是我们生成之后比较常用的一个算子 那我们来注意介绍 首先咱们先将咱们以前的Action工程打开 咱们Action工程打开 然后在Action这个Scalar下面 我们新建一个新的文件 咱们再向建一个新的类 建一个新的Scalar Class 然后咱们叫ActionDemo1 好,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首先第一个 咱们把Mand方法写上 Mand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咱们先创建Spark对象 Comp等于6一个Spark Comp 然后我们接下来点SiteAppName SiteAppName刷小号 然后接下来点SiteMaster 好,刷小号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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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SiteAppName刷小号 Contest 然后将Comp传进来 OK 此时咱们SiteAppName对象就创建完了 创建完之后 首先给大家先介绍Action的另外一个算子 叫TakeOrdel 在这里之前我们学习过一个算子叫Trope 对吧 这个算子可以对RDD RDD RDD中存储的数据进行降续排序 对吧 降续 降续排序 对吧 排序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在这里 它还可以通过传入的参数个数 这个参数数值 那么取出对应的值 对吧 这个Trope是降续排序 如果想生序 假如说就是默认的从小到大 那怎么办呢 咱们有另外一个叫Trope 记得跟他有个类似的 叫做TropeOrder 记得TropeOrder 它的作用是取出当前对应的数量 也就是说可以将RDD中存储的数据 数据进行升续排序 进行升续排序 也就是说这里我们默认的就是从小到大 这个从小到大 然后这里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咱是从小到大 从小到大 那么这里它也可以根据这个根据参数 参数 获取对应的值 记得咱可以根据这个参数来获取当前对应的值 获取对应的值 比如说根据参数的个数 我可以取出当前RDD中对应的开数值RDD中存储的数值 所以接下来这里咱们先创建一个RDD RDD等于IC.PR 然后咱们这里List小块 21365 好吧 咱们21365 然后接下来这里 假如说我想取出这几个值怎么做 非常简单 print 我就直接打印了RDD1.2 这里也有TropeOrder 但这里需要注意 这个返回值跟上面一样 咱们接下返回值给大家看一下 记得 这个返回值跟上面一样 也是一个array 这也是个array 假如取三个 那咱们把当前返回值进行获取 然后接下来咱们添加一下当前的RDD 这个数据也行 冒号aryarray 中号int 好了 那这里它返回的也是一个array 这个array跟大家说过 它是一个不可变的 所以不能直接打印 那我们想打印的话怎么办呢 记住我在这里 我们需要准备成可变的 比如is.2buff 好了 那此时我可以进行一个输出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获取一个值了 获取一个值 稍等 让我程序运行一下 咱们把这个程序结果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这个talk order可以跟我们那个talk连用 也就是说你是正向曲还是反向曲 正向曲反向曲 那这里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个值是不是一二三 从小到大程序对吧 所以咱们也记住啊 有个talk order ok 那么这个算子就